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季全秀 这个我是一个不是一个网络世代出身 但我没有学工程 事实上我们要衔接到现代所有网络 有一个很困难的转折点 所以我很诚实在讲 像这是我在工作上我会读的书 但它不是一个教科书 是一个商业的普及书 叫商谱书 这本书叫做狂粉是怎样练成的 OK 它的标题是这样 狂粉是怎样练成的 成功推坑与造粉的社群行销学 Super fandom 这是一个合成字 就是超级粉丝狂热 How our obsession 就是我们的执迷 我们的偏执 are changing 我们的偏执是怎么样改变 What we buy 我们买的东西 从商业行为上来看 包括What we vote Who we vote 我们要跳到头给谁 包括Who we are 我们是谁 网络真的不是只是一个很简单 就是这叫网络 上去买买东西 它可以改变我们的行为 改变我们的思考 从这角度来看 您对台湾这几年的 所谓网络政治 政治网络的发展 您持一个怎么样整体的评价 是好的方向来走 还是被人批评 后面一堆网军 比如说网络经营比较弱的人就开始罵 那都是网军 那都是拿钱去划的 那网络经营成功的 那会有另外一种 他们对这个现象的诠释 您做一个比较持平公正的看法 是怎么样 我觉得马云有一段话是这样讲 他是说大部分 比较传统世界的人 接触网络的时候 他一开始先看不见 OK 接下来是看不懂 看不懂 然后再次看不起 看不起 最后就来不及 来不及 OK 太好了 所以其实你会看到像很多政治人物 甚至网络上面的一些 一些比较红的 甚至比较传统在电视上 或是在平面上 大概就会分这几个阶段 对就是可能最早是先看不见 看不见 所以其实当初 联盛文跟科幣在群的时候 联盛文是先从看不见 开始接触这个网络站的 那现在有很多 当然比较还看不懂的人 他现在就停留在看不起的阶段 所以对他来说 他就是他觉得 这一切的不满意 跟一切的不愉快不顺遂 都是对手花钱买网均造成的 所以用一种看不起的态度 来掩饰他自己的无作为 包括很多点点的失败的地方 他可能不是掩饰 他可能真的不知道 OK 也真的不知道 对 要不然他其实会 与其花时间去指控人家有网均 你不如花时间经营自己的狂粉 OK 所以这个 所以通常会讲人家有网均 就是自己没狂粉才会讲人家有网均 OK 所以你会发现在网络上面 只要自己的粉丝数不用多 大概有个300 500个 其实很少也会指控对方有网均 但你只要能够理解说 这个所谓的粉丝其实就叫核心支持者 是 以前有一个政治上有个词 叫做True Believer 对 就是他很核心的相信你 相信到你 就相信的程度会说 你叫我去干嘛就干嘛 但这个干嘛的这个行动 还是有一个极限在 是 可是都一直有那种传言 就是说这些固定的几个账号 就是当时科团队里面的网均 好 这个事情 到底有没有 因为我听过好多人都这样讲 所以那些账号 其实他们看久了 其实也知道了 而这些账号一直到现在都在 实际我给你两个小故事 就因为电视上也会讲嘛 对 然后有时候上寇解 节目寇解会私下问我 然后很多政治局面 也会公开的这个 对 所以有一次我就受不了 我就传简讯给柯P 因为我确定我没有嘛 但是我很怕我极力否认之后 我发现柯P如果有怎么办 所以我就传言问 所以当时也不是你 我只能确定我没有 我只能确定我没有 就是说从 我从柯P认识以来到现在 都没有什么花钱买账号去带风向 至少我这边没有 但我只能确定我没有 是 所以我就想说 那我为什么一直不敢大声的讲说 我没有 是因为我怕到时候 如果有个万一柯P又怎么办 是 所以我就传个简讯问柯P 说可以老板 这样 我习惯 以前习惯叫他老板 然后说柯市长 这样我确定我这边没有网军 这样 我从离开优游卡之后 我也没领过你薪水 公开资料 通通都没有 跟也没有什么 就是一个民间友人的身份 这样 但是我很想要极力的 公开的否认 我这边是完全没有网军 是 这样最好大家把账号 通通都公布出来 这样 然后我就把这个事情 稍微描述一下 我就跟柯市长讲 这样 柯市长说他也确定他没有啊 然后我们俩就在简讯 传来传去说 我们就确认既然你没有我没有 那我们就鼓励大家公布好了 所以我们就有个共识 就是如果大家手上有这个网军的账号 就公布 因为我们很想知道是谁 是 你就公布 查IP 我去追 这一定追得到 是 就公布出来 不管是100个 200个 500个 通通通公布出来 对 我觉得这个事情比较明确 而且 这个 但这个是比较负面的部分啦 其实从 从我从19岁开始弄网路到现在 那一直到一般的ADSL 或是说再加上VTT 用电脑上网 到手机开始智慧化 然后手机开始可以上网 到上网速度快到手机都可以看剧了 看HD的剧 在这一路这个发展这么快速的情况下 说真的我还 假账号的事情一直都有 其实以前的论坛等等 还会有一个人开很多个账号 这样去跟自己对话啦 去攻击对方 这个其实在20年前就有了 可是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 有哪一个明星候选人网红 是透过网军可以让自己红下来的 一个组织化的或商业化的经营方式 说表一堆网军 你去算 你去算那个成本就不可能 是 时间成本跟能量都不可能 OK 那你 对不起 我对他好多疑问 那可是其实每一个人 每一个政治人物 其实他们应该都会有一些铁粉 那你在网路上观察 为什么柯文哲的 感觉让他们的行动力比较积极 那譬如说丁手中他一定也有铁粉 对 杨文哲一定也有 那他们的差异 这些网民的差异是在哪边 为什么大家会觉得柯文哲你就是有网军 可是别人就 我觉得这个有最大的关键是这样 就是说粉丝最好从小扬起 你不要到那个位阶的时候再开始扬 那是来不及的 就是譬如说柯P那时候我刚开始跟柯P认识的时候 他的那个所谓的脸书上面的粉丝 才3000个不到 可是那3000个都非常铁 什么叫非常铁 那3000个一开始我观察 一开始我观察柯P的核心知识 大概有两群人 一群人是他的学生 就这么多年以来的学生 就是要做得早就对了 一定要做得早 这一定要从小做起 然后第二群是他的 洗脑从小洗就对了 不一定是洗脑 他是他的病患跟他的病患家属 也就是他当医生的时候 累积起来的这个 这个网络上有个词料应得值 他累积了很多应得 他救过很多人嘛 所以他的学生一定是觉得这老师好笑 所以他的对手你觉得是起步晚 对 所以这个事情有点像是 我有时候也会跟柯P 像有一段时间柯P民调很低的时候 那个时候就是他的支持者 对他异性懒散的时候 所以我那时候还戏撑 我还跟柯P讲说 你这就是得网络艾滋病嘛 你的免疫力下降 你的粉丝开始不活跃 对 所以人家攻击你的时候 你的粉丝比较不会去帮你解释辩解 或是把完整的这个论述讲出来 但只要他的核心的这个 所谓的支持者 他的活性还是很高的 那如果对手讲了一个抹黑的东西 那他的支持者就会拿出来 去解释那个前后文嘛 譬如说前一阵子有一个事情 好像是说柯P说 台湾有政治现象会这样子就是 有任期的选举 加上没有历史观 但如果有一些比较恶意的对手 他只截了一句话说 柯P不支持任期选举 然后当其他网络上面 有人在传播这个事情的时候 柯P的支持者 就会去主动把柯P完整的话贴出来 OK 包含新闻甚至包含影音 这个速度跟时间差 他就是病毒跟疫苗扩散的时间差 所以我觉得柯P的领先 其实在2014年就已经奠定好 非常好的技术 那后面在执行上面 其实不管是募款也好 或是2014年那时候的操作 其实我们注重的都不是声量 我们注重的其实是动员力 就是我们是把网络站当组织站在打 不是把网络站当文宣站在打 当组织不是当文宣 它很核心的点是 我为什么会现在讲这个事情 是因为其实我会希望很多的政治人物 都可以把握这个原则 然后把这个核心支持者给建立起来 这样的话这个网络民主社会 会比较健康一点 而不是说用几个账号 然后去充高声量 充高声量会造成一个误解 就是说那是不是我粉丝数多就赢 或是我买的广告多就赢 通常也说像联社会那时候 在这个选举末期的时候 他就造成他还是有跟上 但他只看到声量的部分 所以声量有起来 可是会不会整体的社会会觉得 这些铁粉他们辩护的方式 其实某种程度也有些偏爱 也就是说也不够全面 当然 没有错 所以就会变成越来越激烈的吵架 两边在那边 这个其实不是好事情 对啊 吵得很 这个就叫做白雪球过分的那个亢奋 它会攻击正常细胞 所以其实粉丝不是一群人 粉丝是很多群人累积起来的 其中科幂的支持者 现在有没有比较激烈情绪化的有 这个不能否认有 他们骂人骂很难听耶 其实我也不赞成这样的东西 所以这个事情其实是 不管是政治人文还是明星啊 有时候就像街头运动 你要去抑制那些比较激烈的人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 所以柯阵营这边有抑制吗 有抑制人家做人身攻击吗 我觉得柯现在有意识到这个事情 我从他最近的讲话里面 譬如说他们会骂王瑞德难记 这就太夸张了 我会建议啊 我会建议这个瑞德兄就直接提告 就这种事情啊 这种事情其实我也跟很多立委有讨论过 我们前阵子不是有讨论假新闻吗 或者说这个事实不符合的 其实我们既有的这个罪跟这个 各个譬如说儿少法啦 还是这些各种法律都已经定好了 其实如果我们发现网上有什么不恰当的行为 不会说因为这个事情非法 它到网路上就变合法 我觉得最直接的方式就是直接去提告 让我们整个社会系统司法系统啊 还有整个舆论系统去适应这个新的常态 然后去订定一些新的这个规范跟准则 那些人啊那些人如果真的 如果真的逮到是柯P去指使的 那柯P当然要负政治责任啊 如果不是我觉得也需要让这个社会学习 在这个网路的新常态里面 怎么样去在网上互动跟应对 不是说你在网路上面好像 好像你匿名 你就会把人家难记这么 这怎么会对呢 我刚才那个季权讲说这个 要把网路当作是一个组织 而不是一个文宣 所以刚才提到一个很有趣的概念 这我们在网路上以前 我们常跟同学讨论的概念说 粉丝自动自发的客服 客户服务 譬如说有人粉丝有什么奇怪的问题 粉丝自动帮你解释 粉丝自动帮你适宜 粉丝自动帮你提出解决的方案 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种组织 变成组织里面还能够互助 能够彼此共同成长 OK我这个有几张很有趣的照片 请教一下昆丰 最近有个叫做失败新闻摄影长 这个是新北市市长朱立伦 然后临了门脸这样子 然后这个记者很有趣 帮他配一个旁白说 戈林的不适宇是新北市 400万人民的喜悦 OK那这是苏前院长 这个幕僚跟他摇耳朵报告院长 等一下媒体要问点点点点点点 蛮有趣的 这个瞬间的凝缩 但诉说了很多很多 大家感受不到的 或者说值得再咀嚼再三 一些后续的讯息 那看这个下面这个也很有趣 这个最经典是侯友宜的 一个小朋友做什么 结果说嗶嗶嗶 警察叔叔有坏人 我就是警察 嘻嘻嘻 OK 他这个旁白很不知道 好的照片在于情感的深度 而非景深 我想同样一个好的网络经营 一个政治人的网络 更是要有那个深度 OK我们再来看下面这里更好玩 这马总统就突然一吹 他说有人说像牛魔王的脚 他说不是 他说像鹿龙一样 OK好 那这个是男神的崩坏 这个蒋万安委员说有双下巴 OK让很多人心碎 OK那回到柯市长 这听众在市议会里面穿雨衣 那这个记者也A一下说 我是保险套的小精灵 OK好 这看到说市长头发吹起来说 丞相起风了 OK那这一个很有趣的画面说 嘟有人在放屁一样 OK像这些很有趣 市长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你作为他的发言人 你也观察就是说 市长是一个台湾 绝无仅有的一个网络型的政治人物 其他人都不像 其他人大部分是学者型 政治型 政党型 他是很典型的网络型政治人物 这些看起来有点嬉笑怒骂 他自己本身开 开别人一些小玩笑 可是大众也拿他来开玩笑 你觉得对他来讲 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互动过程 我觉得其实网络之所以某个程度迷人 是因为他带有一点匿名 在背后不一定要贴照片 这种有点神秘的快感 神秘的快感 神秘的快感 这是网络迷人的地方 但也就因为这样经常你分不清楚 这个人你看常在 不要说什么 在我自己的粉砖上面有人说 这个人一定是磕黑假磕粉 他就是来搞破坏的 另外马上就辩解说 所以我是好心提出建言 这个一个小框 也就会有互相的这种所谓攻防 更何况是整个网络 所以我姑且觉得 其实大家不要觉得市长好像说 网络上义勇军 他常讲 有一天如果我站在海啸的对面 如果周子瑜发生在我身上 我们该怎么办 洗洗碎嘛 其实他常在反省 某个程度上 你看到包括一些 台湾的主权受到践踏的时候 他也讲中国政府 你要管管你们的网民 这一类包括说 是不是应该要适度的 其实柯P不是一个放任型的人 大家不要忘了他亲切之余 他的本身是什么 他是台大外科教授 这就是刚刚主持人一开场提到的 为什么政治人物给人家希望 阿伯亲切但不代表他搞笑 他是好相处 但不代表他不专业 所以我觉得网路上回归本质 大家在追随的是柯文哲的本质是什么 这个情况之下 我们再来提到说 刚刚包括主持人问到这些现象等等 我是觉得说大家在某一个程度上 这是一个新时代的潮流 下期是这样 我爸爸那个时代 快点快走我来中山足球场 听说高雄来三十台油篮车 某个程度上那些人就是扁粉 他的动员只是没有网路这种光鲜的快速 他用走路用运输方式 我正同戴董讲的 这是一个什么 时代改变载具改变的 依旧是一个组织战 所以不管说柯B常开玩笑 其实我支持度最高是国小六年级 支持度高达90% 但重点 这些人都没有投票权 你真的要相信 我们家弟弟五年级 我问他说 台湾下一个总统是谁 他毫不失所为了 他说柯文哲 你说我要不要帮阿伯辩护什么 我觉得就是说 第一个他也不怕大家拿他开玩笑 像以前讨论电音监禁也讲 他问说 我问你们 这里面这么吵 你们到底在开心什么 要教市长 那个电音摇不是前后 是左右摇 但是他也蛮投入 他有一个很好优点 他试着来跟你们一起同乐 OK的确 那来看看你们这些孩子是在逼什么 愿意试着 愿意尝试 那我觉得他有一个很有趣 他不怕出糗 他也跟大家说 我昨天这样好像有点糗 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open mind 撇开他这个白袍脱下来之后 他愿意跟你们站在一起 这是相对于其他候选人 一直塑造自己完美啦 我不会犯错啦 我怎么样 阿伯常讲 我们不要怕认错 但是下一次要更好 我觉得这个是他在网路上 不怕出错 但不能一错再错 是 这是很重要的 我会常觉得很凶 我们学管理的 常看那个科市长讲一些 有关管理概念的语言 说真的我给他很高的评价 但有些比较反对他人说 敢有这么厉害 他是从头头头来 我记得有一次他接受 像经理人杂志 他讲的科文哲十大管理哲学 我仔细把它读完一遍 说真的 讲的都不是什么经典大师 超爱的语言 但是都有他独特的味道在里面 以前我们都引用过了 最近这个小牛柯一安有一篇 这个苏维时代做他的报导 他说社群经营可以装萌 但不要装熟了 这是这小牛他的看法 他说要让所有人能够理解 柯文哲最真实的一面 那他也举说过去几个 在网路上一些 几次很有趣的信息 包括说那时候说有几张图片 他说OK 他说这个市长在那个愚人节 是不是 他说画了一张字画像 在脸书上一封 怕死人 那脸书快点要暴动一样 他说他有一次 还在IG上面 说去那个士林去做脚底按摩 OK 那这张画面就很夸张的 一个科室的一个笑容 他旁边说 来士林就是要轻松一下 要轻松一下 不然要干嘛 不然你也小一点 就是配上那些语言都非常的传真 非常的接地气 非常就像我们平常生活中 你我之间那种很轻松的对白 那我想这个应该是 市长那个真实的一面 可是很多批评者会有这样一些批评 但我不用他们语言 我用我们做广告人的 几个不同的概念 来形容这概念 Maybelline是一个很有名的化妆品 那有人就A这个品牌说 Maybelline Maybe it's Photoshop 就说Maybelline 或许它只不过是一个修片软体 不是真的化 用这化妆品 就真的回复青春 而是广告的修图效果 像这个 你要再A它说 Maybe it's Maybelline Maybe it's Photoshop 到底哪一个才是真的 是后面的修图是真的 还是真实的 那个才是真的 那这个用马丹娜 今年六十大寿的摇滚女皇 他用他的脸做一半 他说What's the secret of my success 我成功的秘密到底是什么 It's about Photoshop Day Cream 是有关于这个Photoshop 修片软体所做的日霜 早霜 同样用这个概念来看 柯市长呈现的是他真实的一面 可是这个真实的一面 跟传统认识很大的落草 这种人就能批评 拉起拉起 要做我们中华民国首都的市长 这一个每天吃饭 乞丐这样没台材 这种敢不可以做总统 呈现真实的柯P 跟人民期待未来的另一个的柯P之间 你们有没有仕途帮他拉紧 是说继续保持那个柯P的原始的柯P 还是说让人民去修正 对未来特定职务的人的那个期待 所以说不是总统一定要像蔡总统 像马总统这样 我们柯P也可以当总统 你们之间有没有什么策略 在这里面做一些事情 我自己其实从我小时候谈起好了 我自己在小时候在电视上看到的政治人物 就是很一本正经 然后大家都在台上话 动算动算这类的政治人物 是在我印象中那种典型的政治人物 说实在柯市长 他其实真的不太像典型的政治人物 他其实在跟我们这些年轻幕僚 在讲话的时候 我们有时候聊天 有一些梗就是从这里出来的 譬如说他就是会 有时候他突然会讲一句什么话 然后让我们觉得很好笑 或者是像刚刚佳哥讲到这个愚人节 这个东西 也是育安他 育安他在就是他在愚人节那天 然后他到市长家就说 那我可不可以 我画一张图 市长就是愚人节 我们来玩一个好玩的梗这样 然后市长就一边画一边问说 这个有什么好玩 愚人节为什么要画这个这样 然后后来哄了 他又会问我们说 为什么会哄这样 他通常都会在年轻人的Instagram 或是Facebook 他自己也会看 然后他看完之后就会问我们说 年轻人怎么会喜欢这个 年轻人为什么会喜欢 所以我要说的是 其实有很多人在批评说 市长他是网红市长 他只会做网红 他只会拍影片 他不会做政绩 但我要说的是 比如说这社群软体 YouTube影片这些平台 其实是新潮流的一个 就是一个新世代的东西 为什么我们不能试着去接受 为什么我们不能试着去尝试看看 如果市长他就是一个自带流量的市长 他就是一个可以吸引大家来看 那他做了这些政绩 然后透过这样的宣传方式 去让大家知道 我觉得这也不是不对的尝试 这是一个新的尝试 其实你刚才说市长是一个自带流量的市长 如果借你的语言 我做一个大胆的推论 也就是说未来一个自带流量 自带民意的柯文哲市长 他如果未来我不管 他是不是选总统 他是不是有可能夹带庞大的民意 去改变我们台湾人民 对于特定首长的一些传统的定性的 定型的思考 总统一定要这样 他就要怎么样 你认为这可能性是有可能的吗 我觉得市长就是一直保持他这样子的风格 然后再加上我们在一直不断在尝试在社群媒体上 有一些新的突破 比如说YouTube上面的影片 或者是市长宣传的影片 如果他一直保持这样的风格 我觉得大家可以慢慢去接受这样子新的政治文化 OK好